今天介密一下这个玻璃瓶中魔方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玻璃瓶子里面杀了一个魔方 但是这个瓶口非常的小 这个魔方也倒不出来啊 那么这个魔方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好的教学开始 先找了一个瓶色能用的下一个魔方 让瓶口有比较小的瓶子 比如一些装服务有的瓶子 洗干净 再找了一个常规的三接魔方 质量比较好的魔方难装一些 最好是便宜一点的魔方 中心轴比较松一点 但是动手能力稍微差一点的朋友不建议尝试 首先把这个魔方给拆掉 拆掉其中一个中心块的螺蛇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的魔方 中心轴没那么紧密 安装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现在很质量好的会卡得比较紧 安装起来不好操作 好继续把它拆上 接着拿来我们洗干净的瓶子 把中心轴先放进去 为了方便找方块 我们先把方块的颜色朝自己的方向摆放好 接下来就是最重点的环节 也是最难的一步 一定要把这个中心轴放在瓶子的侧边 在瓶子的底部是很难操作的 然后再把底部颜色 白色的四个轮块先装进去 底部的十字装好了 后面就很容易操作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橙色跟白色 这样硬塞是塞不进去的 还有可能把刚才装好的绿色给推下来 我们先把绿色给调整好 免得前功进气 接下来再次放这个橙色的 如果塞不进去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把橙色的中心块向旁边挪一下 转一下 OK 橙色好了 我们看一下蓝色 找到蓝色的轮块 同样的方法把它放进去 看着简单操作起来是比较难的 刚才装好的橙色和绿色 眼看就要被推出来了 这个情况我们只能再次调整一下 再试一下看一下 把蓝色的中心块转一点点 把蓝色的轮块从侧边的缝隙放进去 再回正 这最后一块也是 正放不进去就要拧转一下 错位一下就可以卡进去了 最后调整一下 底面白色的十字就装好了 接下来一定要把这个白色的十字翻到底下去 再进行下一步的组装 要不后面是没法翻转的 下一步把这四个角块找出来装上去 这后面的操作都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就是第二层的四个轮块装好 最后第三层 随便一个位置开始 按顺序摆上去就可以了 把中心块放上去 抿上螺丝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